根据你们的经验来讲的话 哪一些专业或者是哪一些 A警的人比较好找工作呢 就是结合现在的情况 我感觉疫情过后 一些比较高端一点的职业 都进入了冰冻期 就是不会像之前有一段时间 大力的招人 而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职业 比如说移民经常会说的 那些专业比较好找工作的 就像护工啊 或者是幼教啊 这些基础行业 就是社会上更需要的人才类的 就会比较好找工作一些 那个安省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在疫情之后 确实那医疗系统的话 或者是护工 或者是这种护士类的行业的话 的确真的很紧缺 跟他们会研究 会讨论一些具体的措施 或者是实施的方法 就是怎么让其他国家的 有这种类似于护工 或者是护士经验的这些人 能够直接把他们的技能 transfer过来 就是直接可以来加拿大 直接就可以工作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对于这边的就业市场也好 以及这边的劳工的短缺也好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吧 好像联邦说在研究 要出一个评估平台 如果说国外有医疗资质的一些人 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平台 如果评估了以后就可以 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些执照的转换 医疗行业毕竟是一个比较 需要很多的经验 技能以及时间去投入的行业 如果不能这种直接转换的话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就是他们来了之后 可能还需要再学 就比如说5年到10年的时间 那的确是很多人的年龄 已经不是很小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会更有助于他们去 把他们自己之前的工作经验 和技能转换到 就是加拿大的老公市场这边 其实我看到了 大统计局 应该是10月份 出了Q3的报告 其实就是说 他说在当前2021年到Q3 到2022年的Q3 十大增长最 就是需求增长最快的职业 就像刚才Kinsey说的 其实不是高端的职业 其实都是中低技能的这方面的 还在第一的就是注册的护士和护工 他的需求其实一年来已经增长了21% 然后甚至他的工资也在不断的增长 然后其他的还包括营兽的销售员 长途卡车的司机 还有一些护教的教师和助理 操作工人 这区服务的服务业 包括公主的欢迎 然后也是非常紧缺 他们的不仅是职位有大幅的增长 而且工资其实是也有增长 疫情已经快过去了 其实这些职位的话 有可能会拿到比疫情前还要高的 因为现在确实加拿大这方面 确实还是缺人的